今个系列买来做情侣装一流 很多东西都值得买 多过上轨,多多声 最美是上身衣和物款 大家好,我是David 欢迎回到另外的YouTube Channel Unico 和JDP Anderson 最新一季的联名系列 正式登场 以A Sporting Way of Life 为题 今季男女装26款单品 都是围绕不少男士喜欢的运动风来创作 今天我就跟大家开箱分享 我是这个系列的Top 10 推荐单品 系列支架师Jonathan Anderson 除了主理自家品牌JW Anderson 之外 亦是Lowewe的创意总监 想要解释多些关于这个系列的 就在下面 或者上面的连续里 看看我支持出的那条影片 用系列唯一一条男装长裤 展开我们的Top 10 List No.10 有这条JWA休闲长裤 宽松的剪裁配合拉繩 和类似风衣般的线索物料 再在新蓝色的裤身上 加上白色车线设计 形成鲜明对比 有工装副的影子 但就因为物料的不同 令你可以穿得舒服一些 腹脚偏长的 可以在Unico 免费改短 又或者像我那样 把腹脚接起 第九位和第八位 分别是Active 工装短裤 和Con UV 连帽外套 看它们两个样式 就知道绝对可以一套配襯 摸上手,它们的物料质感也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都将它们放在一起 这条Active 工装短裤 其实是一条很常见的 干湿两用泳裤款 除了蓝色之外 还有绿色 都是用了铜色系 深浅色的拼湿效果 紫色体有交叉的缝线设计细节 版型真的比较宽阔和短身 所以非常适合男士们 在炎热的夏天天下穿着 在访问中 Jonathan Nelson 提到自己最喜欢 抗UV 连帽外套 你看到我选择的定蓝色 配绿色再搭上白色拉链 非常链细 拿上手也是很轻身的 考虑到下雨的日子 在春夏天会越来越多 它的表层物料具备线水功能 必要时也可以拉一个连帽 遮一遮 整体的感觉都是偏向户外运动风 适合在休闲帐 或者去做运动的时候穿着 但老实说 用590 这样买它就真的贵了一点 同价位又是外套的话 我比较 prefer 这件新出的 AirSense 西装外套 它就用上 Uliko 的科技物料 如果你不时要穿西装 但又懒得打理的话 这件真是值得留意 设计细节包括标准的 平薄嵺 Notch Lapel 以及富有 JWA 标志的金属扭扣 我喜欢它只是微微收腰 剪裁不算太贴身 不过最好是它的 Two-Way Stretch 和 Easy Care 功能 在家用家用洗衣机清洗就可以了 洗完七个小时内浪得干 又不怕炒 立刻没那么烦 打破西装要拿出街干洗的传统理念 Polo Shirt 要好看 我觉得拼色一定要做得漂亮的 第六位我放今季 橄榄绿色的 Dry Polo Shirt 绿色是最令我联想起春天的颜色 呼应大自然的草木绿耳 这只橄榄绿色拼上袖口和衣领的灰蓝色和米黄色 挺有活力和新鲜感的 来到Top 5 开始入气肉了 在之前的短片我就说过 上身衣服来说 我是最期待这件 宽松条纹长袖冰衣的 看到实物摸到上手 也没有令我失望 by the way 如果你想早一步知道 Ulico的链城系列有什么好买 又或者其他的男士服装专达资讯呢 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打开了The Vacation Belt 就不会错过其他关于Man's Fashion的精彩内容 依然都是一个宽松的版型 每件的配色都有两组的条纹拼接设计 远看不多觉 因为它的用色很接近 非常之精巧 里面配件简单的正式T 又或者就这样穿这件衣服都OK 因为它很薄身 而且又用上很柔软的全棉物料 喜欢穿得斯文一点的 就不要错过这两件 上面细致的拼接条纹 跳一跳去女装部 我穿着几件学院风长版背心 算是今季的推荐单品 在Notebook和店铺门面 都有穿在男士之上 因为它是很大件的 连我呢 就这样穿 竹马都已经OK了 春夏天穿这些 不会很热吗 放心 它用上棉质和亚麻物料 西欣身的麻花针匙间 其实挺疏气通爽的 不要买太大件 因为它比较长身 是在这类学院风背心上比较少见的 因为它是深蓝色 好像我那样 穿着淺色的白色圆帘帘帘帘 就可以突显到今年流行的V颗 和它的双线平式设计 要介绍Unico JWA系列 又怎样少得物款的推荐呢 今季15对物件 我最后选了这两对 它们都是27-29cm 就一定要上网才能买到 因为门市只有25-27cm 想买就要快手 因为漂亮的尺寸很多都被人抢 首先有这对浅蓝色拼灰色 在这些运动品牌 我们都见过这种 扮动一次穿两对物的设计 这次是Unico JWA 首次有叠层拼接的物款 只是一个设计 它不会特别厚了 另一对就有多少颜色的条纹设计 绿色底拼米白、米黄、蓝色、黑色和深绿色 听起来很复杂 但看起来又不是 还要你在衣服的服饰和鞋款 随便选一只颜色都可以配合这对物 两对都有JWA logo 刺售 亦都附有Unico的除臭功 可能部分观众会很惊讶 这件短袖Chambray 欢松出色 我竟然会排在第二位 究竟它有什么特别呢 Let me explain Jonathan Anderson 一向都是拼接效果的高手 这次这件也有自家品牌JWA Anderson 的味道 没有用上任何图案 但是简单的铜色调拼式设计 就令大家很轻易就可以配上到其他单品 穿出来带一点年轻换味 但又不会太浮夸 女生是喜欢男生穿这些衣服的 199元也是很便宜的一个价钱 不过我心目中的第一位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猜到的了 因为一开买就是这件搶得最厉害 它就是学远风浸直外道 同样是女装的宽阔設計 所以男生都可以买来穿 要注意它是没有背心那么长身的 所以我这件买回大马就觉得更合身一些 物料依然是75%的面质 加25%的阿麻物料 清凉的穿着感 确保它春天appropriate 超级经典的白色 蓝色加红色 英伦运动风也好 Prep pre-style也好 这件真的不可以miss Unico JWA SS23系列 在港台都已经上架了 比起欧美地区早了一至两个礼拜 这么简单容易搭配的运动风单品 又会不会在你的衣柱里面占一席位呢 有哪件你会买 有哪件你会skip一 skip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想定期收到关于man's fashion的资讯 穿搭提示和今日分享 记得在下面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还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在上面我放很多OTD 我们在YouTube和Instagram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